大家好啊 接着聊老北京的事啊 这有几张图片啊 还真漂亮 这个图片是陶燃亭 陶燃亭真漂亮啊 陶燃亭 我小的时候啊 来陶燃亭 上小学 我们不是东城区安定门外 青年湖小学吗 大概三四年级吧 然后我们就学校排着队 不知道是学校所有的班级 还是我们年级 现在这个印象不深了 就在陶燃亭排着队 我们那会儿跨着小书包啊 军跨 军绿色的小书包 这边又斜跨着啊 这个十字交叉 一个军用水壶 然后里边我妈给我灌点这个糖茶水 茶水 然后里边再搁点白糖 然后拧上盖啊 这边可能什么毅力的果子面包啊 或者说给我烙张饼 裹点鸡蛋 哎 背着高兴着呢 是春游还是秋游啊 非常巧 哎 我们走着走着 对面又来一对小孩 跟我们大概年龄相仿 我们没有校徽 他们这儿有胸前 可能右胸前吧 有校徽 我一看上面写五个字 也是青年湖小学 我这个人胆比较大 我就上去问了 我们同学都在那儿 不能说他们呆若目击吧 他没反应 或者不敏感 我从小就是好奇心 而且胆子应该是比较大 我就上去问 哎 我说你们也是青年湖小学啊 我说我们也叫青年湖小学 我说你们是哪儿的青年湖 他说我们是宣武区的 哦 我就知道了 宣武区也有青年湖小学 哎 这个我从小就对人名啊 地名啊 历史地理啊 对很多东西都感兴趣 这是我们在陶人厅公园 给我留的最深的印象 那好像还有什么 有不叫秋千 就爬雪山 过草地 好像还有那么一种玩的东西 好像白色的山 有点印象了 其他印象都不深刻了啊 看这老哥拍的陶人厅真漂亮 这是南城的啊 最好的公园之一吧 是吧 这个虽然他没有天潭公园名头大 但是他有水 有水就有灵性啊 就有灵气 这个我还记得清朝时候啊 有一个著名的对联 上联就叫陶然亭 下联很多人对不上 后来用了一个洋务派著名的大臣 有人对出下联了 张之洞 是吧 陶然亭 张之洞 这个我原来我们家 这个周转房 从安定门 我们搬到永定门外 沙子口 就是紧挨着封台了 再往南 就是西螺园 就是封台了 西螺园啊 脚门啊 就那一带了 然后马甲铺啊 都属于封台了 大红门 我们是崇文区最南边 就离这个陶然亭很近 我们所在的南二环的那个桥 往北一点 就叫陶然亭桥 或者叫陶然桥吧 然后再往北 没多远 就是那公园 就在二环边上 那会儿也经常到那公园遛弯啊 在那公园一棵松树上 还挂在松树枝上 那种塔松吧 还有法轮功的宣传品 我还看到过 好了 我们言归正传啊 这个1952年的4月到10月 北京市卫生局组织六千多名民工 按照以工代振 就是说你穷 本来我应该给你振计 但是我不给你振计了 你给我干活 然后我给你钱 这种方式治理陶然亭地区 而今的陶然亭 或许是北京市民 十分喜爱的休闲场所 然晚清民国时期 这里却是尾塘和乱坟岗 也叫乱藏岗啊 买死人的点 1956年的北京日报上 刊发了小说家张恨水的一篇文章 其中这样提及陶然亭 遍地垃圾 坎坷不平 高一角低一角 走到陶然亭附近 只看到一片的芦苇 至于四周的人间 房屋破破烂烂 不仅如此 到处还有乱坟 埋葬 葬埋啊 这个我手扶 手扒了着芦苇啊 慢慢前进 可是飞虫乱扑 最可恨的是苍蝇蚊子 到处乱钻 这个另一位著名作家杨硕啊 杨硕 写过白羊里赞好像啊 于京城漫迹中 记录了当地居民的说法 说是脑袋顶啊 长疮 脚心烂 这个脚心烂啊 坏透了 早先是一片大尾塘 死猫烂狗 要什么有什么 乱坟 数都数不清 你连门都不敢敞 就住在当地的啊 大门一敞 蛆蛆啊 就摆上队了啊 这个郭德纲的徒弟 张赫伦啊 小蛆蛆 是吧 什么玻尿酸蛆 但是真是你要看见蛆 挺恶心的啊 说直往里爬 有时爬到水缸边上 哎呦妈呀 这恶心 说蚊子都成了精 嗡嗡的 像筛罗一样 一走路碰你脑袋 它有水嘛 有脏 它就蚊虫就比较多啊 那功夫 但凡有点活路 谁也不愿意到陶然亭来住 待到1952年5月 陶然亭治理工程动工了 挖土方27万立方米 开出280亩 280亩啊 水深3米左右的人工湖 人们利用挖出的淤泥 盐湖堆起了七座 绵延起伏的小山丘 从而形成了山水相间的半岛公园 哎这个我有印象非常好 而且陶然亭还有一个好玩的地儿 他把他不叫陶然亭吗 他就把中国各地啊 以南方为主啊 江南各地 全国各地的有名的亭 亭子都做一个复制品 给移到这公园里来 当年我在这公园专门拍过这些东西 结果后来呢 我不是博客被封了吗 都在我那博客里边 现在都看不到了 很可惜的啊 陶然亭那边我熟的很 往西就是自新路 一间第一监狱啊 现在叫青纸园小区 往北有个胡同叫黑咬厂 黑咬厂胡同 然后呢 黑咬厂胡同里边有一个尼姑庵 尼姑庵 后来给尼姑都轰走了 住了几户人间 其中有一个 是我连着俩单位的同事 因为我干过十几个单位啊 然后往西 有个胡同叫盆胡同 盆胡同的马路西 有个公园 叫万寿公园 然后盆胡同呢 有一个中学 忘了都是中了 然后盆胡同还有一个 新疆喀什地区 驻北京办事处 然后他们有一个喀什饭庄 开业典礼厨请我去了 然后那个驻京办的主任姓夏 他老婆姓陈 喀什纺织厂的 然后这个盆胡同路西 有一个东北的北大荒 北大荒米叶 驻北京办事处 我从他们那拉过大米 然后从盆胡同往北 这个正对着 是有一个宣武区城管大队 再往西 是法园寺 著名的法园寺啊 李敖写过一本小说 北京法园寺 法园寺再往西 当地人叫大绿包 为什么叫大绿包啊 就是清真寺 圆乎乎的 绿色的大绿包 然后再往东 有甲甲胡同 还有甲甲胡同 然后呢 这个从这个桃圣亭往西 还有一片叫姚家井 姚家井那边有一姓刘的 是给我们那个油厂 做这个瓶子 做油壶的 做油瓶的 那个塑料厂的副厂长 那塑料厂 原来就在我们安定门外 安德里北街 叫孔雀纸制品厂 又有也生产纸啊 这些什么相册呀 也搞塑料啊 搞这种PVCPE啊 聚与烯 聚率与烯的吹瓶啊 他什么都搞 那里边还有个业务员 业务员姓苑 北京有北渊 西渊南渊 是人家苑 小苑 后来犯事了 给抓了 不知道是贪污 还是什么事 给判刑了 那边还有一个叫如府里 如府里有一个过街的骑楼 是一个文物 可惜后来被野蛮的给拆了 如府里住着一老张 从山西插队回来的 是我们活鸟油厂的车队调度老张 这个 然后那边还有个建工医院 北京建筑工建筑职工医院啊 我一大哥 那个北京市汽车研究所的办公室副主任 那个他老母亲在那住院 我还去看过 那边我太熟了 然后往东 那条街叫什么 叫太平街 太平街 然后有一个燕京汽车制造厂 啊 那是一个原来是总后系统的一个军队的一个汽车制造厂 这个 宣武区政府 后来搬那去了 之前宣武区政府在教子活动 教育的教儿子的子叫当地人说教子活动 牛街这一片 那个宣武区政府的食堂原来是我的客户 管事的人是姓范 范哥啊 老范 是我的客户 然后 对 然后桃圣厅公园北门有一个高档小区 那个小区名字我忘了 但是那个小区里边住着一个人 中央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一个小伙子叫赵普 他因为揭露了某一个行业的黑幕 结果还受到很大的压力 所以你说在中国干点好事说点真话 非常非常的困难 桃圣厅公园北门出来 马路对过 马路北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清真馆子 我到他那吃早点特别棒 这个豆腐脑啊 这个豆浆 还有什么豆泡丸子汤 然后牛肉馅的包子啊 牛肉大葱的羊肉大葱的包子 这个糖油饼 还有普通的油饼 还有烧饼 倍棒 很多年前吃过就特香 然后那条街那条街 东西街还有一个北京市戏曲学校 现在叫戏曲学院可能是 好像李世纪啊什么那些人 也出了几个人啊 都在那的 然后那个学校的学员 我还认识俩唱京剧的 好吧 就聊到这吧 越聊越多啊 越聊越多 半夜了 马上半夜了啊 这个 还有六分钟啊 就第二天了啊 侃爷想聊的东西太多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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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